疫情期间芯片的大量缺货影响了从汽车到手机等大量制造业 不过据路透社周二报道 这一情况最近突然发生了大逆转 报道指在从5月底到6月的三个星期里 芯片的需求突然大幅下滑 消费者对消费品尤其是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购买欲望大幅降低 主要的原因包括美国的高通胀 中国多地的新冠封锁措施以及乌克兰战争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芯片生产商和华尔街大感意外 到6月底时美光科技甚至宣布将减产芯片 该公司首席商务官承认市场的剧烈变化让公司措手不及 有专家预测对美光科技等芯片生产商来说 未来的前景可能更加暗淡 随着整个行业转向低潮 相关企业的股价也大跌 衡量行业景气程度的费城半导体指数 今年截至目前已下跌了35% 远遭于标普500指数大盘19%的下跌 另外报道指出此前的囤货让情况变得更糟 就像焦虑的消费者把超市里的厕纸一扫而空那样 生产商们在疫情期间也囤积了大量芯片 他们原本的财政原则 用多少买多少在疫情期间变成了多多益善 但是随着芯片转为功过于求 价格也大幅下跌 业内分析其中低端智能手机的生产商受到的冲击 预计最严重 而像台积电这样的顶级生产商受到的影响则最小 因为它的主要客户是苹果等巨头 他们对芯片的需求一直旺盛 就把芯片给掉在一旦不能折磨 你傻这种无论好好的 像来说给我 反正就是一旦 这是一个事人 Guild 那然后可以怎么回想 还可以带走 你这么多时 可是这次还可以带走 我来说 你是什么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没想到